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妈妈有把那个袜子里面装礼物吗 我就是她最好的礼物 你是不是她最好的礼物 你不但是妈妈最好的礼物 你也是我们大家共同的礼物 对不对 那么这23年来 周大关抗癌基金会 陪伴了一万三千多名弱势的抗癌学生 那么今年呢 特别设立了一个专案 颁发抗癌圆梦助学金给亚大的四年级设计系学生赖韵竹 是因为她在抗癌期间 虽然化疗带来很辛苦 但是她依旧抱持乐观的态度 作画创作来鼓励其他的癌症病童 那我们来听听看周爸爸怎么说 她的乐观 而且她还用另外一个才艺 把她心里所想的东西 透过图画跟别人来分享 我想这就是很有生命教育的意义 病毒在2012年的夏天 却整理患了急性离班性的白血病 那么当其他同龄的孩子都在挥洒青春的时候 在烦恼考试的时候 她却住进了保护病房 一次又一次的化疗带来的痛苦与不适 都让她决定要更乐观面对 才不会让父母担心 于是本来就很爱画画的她 把这一股动力变成了创作力 做出了更多的作品 甚至她还开玩笑的和同房的病友 开始在医院里面找热子 痊愈了以后也再回到医院 教更小的弟弟妹妹创作 把原本的折磨治疗时光 变成了欢乐时光 我们来听听孕竹 怎么发挥她的正向能量 我在医院认识一些病友 然后我们会一起 可能相约住 一起就是你那天要住院 我们就一起住 然后大家就会 就是对于去住院这件事情 不会觉得说 就是好烦 就是很 就是很没有期待 可是我去住院 虽然我很辛苦 我要打花药 可是我有伙伴 然后所以我就把了一些 就是类似的这种概念 画进去 那么经过四年的治疗 孕竹的健康终于逐渐好转了 但是才16岁就中断学习的他 让他对求学存在很深的渴望 于是他在痊愈以后自学了五个月 考上了亚洲大学的设计系 那么在现场 亚洲大学这个地方 我们也请到了我们的设计系的主任 我们的龙锡文 龙主任 主任您好 您好 今天很高兴来邀请到您 那我们来谈谈说 对孕竹这个孩子 您当初对他的一个第一直觉跟印象是 因为他都天天来上课的时候都有化妆 所以我们觉得说 他好像或许跟一般同龄小孩子一样 喜欢只是让自己脸上多一点色彩 可是没想到 听过生日聊天之后才知道说 他的化妆是为了让他自己有更有自信 或者更有精神的来面对他这些课业 所以我觉得他跟一般小朋友可能 我也不一样的地方就是在于说 他对于希望能够把自己最好的一面 呈现给大家 对他其实是一个蛮乐观正向的孩子 那他在团体中的表现 有没有因为他经过了这个抗癌成功的历程 让他的生命力啊 或者是跟其他同龄孩子的表现 因为我们创业商品设计系 在大四的时候 通常有个毕业专题 希望同学们能够把大一大二大三的一个作业 好好整理之后呢 做一个题目 然后变成他的一个毕业的一个门槛 然后这个需要一个学生总招来帮忙做一些统筹规划 然后运竹他本身也是在同学之间的一个相处非常融洽 然后对老师来讲也非常的一个有礼貌 所以我们会把他选起来当毕业总招 学生毕业总招 然后带领的同学一起完成这个毕业制作 谢谢我们的主任对运竹的评价 那么就像是我们之前常说的 经过折难的生命 磨难的生命 其实是会更加的强韧 那么今年的年底呢 运竹也将他的作品呢 做成一个会展 那以活着就是胜利为主题 联合展出 那么以上就是运竹在现场的故事 我们将镜头交还泰北棚内 好的 谢谢记者的联系报道 就如记者所言 活着就是胜利 接纳生命的不完美 他透过画作来为所有的癌症病童 一起来鼓励 也是鼓励自己